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11月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優惠 有感謝祭,雙11,還有Black Friday 知道你們很想聽聽我說關於Foreo UFO 2 一些洗臉機和他們的面膜用後感 所以今天我就快點拍出來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我覺得必買的清單 還有後面這個 最近收到Sapong的Advance Canada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就覺得不要浪費了 不如在影片裡跟大家一起開箱吧 如果你對今天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啦 我們先說Foreo UFO 2 因為一直以來它的雙敏度都是十分之高 對我來說它是一部超級省時間的護膚神器 不要看它這麼細步 只要用兩分鐘就等於平時我們做了15分鐘的Skin Care Routine 用完它好像做了一個快速而有效的Facial 所以作為繁忙的都市人 我就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除了有LED光 不同的光有不同的功效 例如紅光可以刺激膠原蛋白生成 減少細紋、減少老化跡象 或者白光、緊緻肌膚、促進肌膚周期更新 另外它還有冷營熱療功效 和聲波密凍技術 都可以加強吸收、加速導入 令精華吸收得更加好 熱療可以幫助打開毛孔 然後有陣子當我壓力很大的時候 它是會像一個面部按摩一樣很舒服的 加上他們APP裡面的背景音樂是很柔和的 整件事是很放鬆的 當你熱完震完一輪之後 它的冷營模式就可以舒緩皮膚 收回毛孔和鎖住精華 因為用完之後很喜歡 我又經常都用 所以逐步逐步我就買齊了他們的面膜回來試 今天就不說了那麼多款 我抽幾款我是很喜歡的 經常都會用的 跟大家分享分享 如果起床的時候覺得自己皮膚很差 預計自己上妝應該上不了粉會很卡 我就會用這個MAKE MY DAY 它不會是超級保濕超級滋潤那種 因為後續上妝的時候是會貼服 但又不會潤到一塊塊 下午的時候很容易溶妝 飆光油那種 它都尚算清爽的 所以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很好的日間急救面膜 而晚上我就很喜歡用這一款 Call it a night 成份是有olive oil 所以是有滋潤感 亦都比較適合晚上才用的 我最喜歡它的地方就是浸眉了 非常之舒壓 用完它之後是很好睡 很舒服的 然後保濕滋潤 就會是這個H2 Overdose 很簡單 透明質酸 保濕 完 如果要修復滋潤的話 我就會選這個MALUKA HONEY 一路用的時候 你會很深深感受到那個蜜糖的氛圍 它不黏的 但是滋潤感真的很好 我這麼緊張 對眼當然還有他們的眼膜 它是有咖啡因 所以消腫的效果不錯的 一路用的時候 它是涼滲滲 是很精神的 所以眼睡的時候就會用它 現在剩下最後一盒 我都要補貨了 其實UFO 2我是找不到它 不好用的地方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它是可以很快地 滿足了我對於護膚的需求 又容易洗 用完之後拿水沖沖沖就完成了 所以 只要你有信心 你會用到它的話 我覺得它是很值得買的 表白完我對UFO 2的愛之後 就到洗臉機了 這部LUNA Mini 2是我三年前在Black Friday買的 用了這麼久 都差過兩至三次電 從來都沒有壞過 然後今年我還用了LUNA 3 一樣都是很好用 我喜歡它這個超柔軟的直膠 一點都不硬 不會傷皮膚 而且比起用毛巾 它是衛生很多的 這部用了這麼久都沒有髮毛 沒有那麼容易滋身細菌 它的聲波震動是可以震一些殘留的 彩妝污垢出來 比起手洗乾淨很多 也都可以解決 有時候我們用手洗臉 洗完之後摸上去 好像洗都不乾淨的這個問題 它的操作超級簡單 按兩下就會開始 然後每十五秒震一下 告訴你要換位了 總共四次即是60秒之後 就已經完成了整個洗臉的過程 是不是很快呢 至於LUNA 3和LUNA Mini 2的分別 我覺得最大的感受就是這個尖尖位 LUNA 3是尖尖的 可以更加順手洗多一些細緻位 好像這些鼻翼的位置 會洗得更加得心應手 而且它是有分不同膚質的版本 我用的紫色就是敏感機的 而且你看到它後面 還有一些WiFi的眉毛 其實是可以配合手機APP 有不同的面部按摩模式 所以如果想有洗臉意外的體驗 有些超級功能的話 就可以選LUNA 3了 現在有這麼多不同的優惠 算是一年之間最低的時候 有興趣的朋友 觀望了很久的朋友 不妨趁這段時間入手 不會錯的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了 所以今天我就很長氣 一次過說完我的用後感 是好用的 但是你真的要用得到 而且會持續用 你才好去買 不要放在這裡 浪費了他們 然後我們現在快點去下一部分 最近一個必買的清單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IG story燒到白板聲 就是後的一些set 我在SOGO FANCE FOR WEEK 有很多不同的優惠組合 計算了很久 很精明 很精明 之後的結果 就是買了三套 其中就是有我這個 人生不能缺少的被貼精華套 然後還有睡眠面膜套 還有洗面膏套 三樣東西加起來 送的面膜是13塊 不過現在買的 已經不是最划算了 我知道 二千元減二百元 應該做完 但是SOGO FANCE FOR WEEK 還有很長的時間 會不會有其他優惠呢 大家就自行去看看 之後就想說一下 我以往的Black Friday裡面 買得最值得 還有真的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GHD的直髮夾 絕對可以證明我用了很久 因為很髒 大家會看到旁邊這裡 是一些可能粉底 我覺得它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夾完頭髮 看下去髮質是好 雖然這個是假象 因為這樣的溫度 但最少你是不是也要夾的話 比起平價的直髮夾 它的髮質好像油順了 順滑了 其實很多人都說它容易壞 我用了也有三年 它是跟洗面機一起買的 那一年是沒有壞過的 我每個星期最少都會夾頭 大約四至五次左右 所以都很耐 這個我就是在英國的網上買 當年是1200元再九折 另外就是一些化妝品 有很多化妝品品牌子 在香港不會做減價 他們最多會做套裝 就是你買這個化妝品 送多幾樣相片給你 有沒有發現相片沒有用的 拿回家不適合自己 放在一二片 最後變成垃圾 做廢物 所以在黑禮的時候 記得要去一些減價的網 便宜 是比送相片更重要的 如果沒有看上一條遮瑕片 現在看看 這個遮瑕膏我都差不多用完了 今年我都會補貨 輪到最後 我們就一起開雙十方的Evance Canada 這個是很漂亮 而且裡面什麼都還沒開 已經很香了 我真的一收到的時候 尖叫了 是不是超級無的漂亮 上面都是傳統一樣的 1-24號 應該是每天開一個 給自己一個倒數聖誕的儀式 但是我不同的 開完大家開心分享一下 如果適合用 你們也可以去買 1號已經是一個非常之王牌 超喜歡用的Shower Oil 這個是芬衣草雲尼娜味 再來2號很大的 它是Green Rose味的塞紙巾 3號是Hand Cream 4號是我很喜歡的身體磨砂 還有一支Hand Cream 有一支香水 還有面部磨砂 來到8號 這顆莫里花味的肥皂 除了可以用來洗澡之外 我會放在衣櫃 衣服會超香的 還有一包Body Cream 這個超可愛 可以放在小袋子的Hand Cream 又有一個Shower Oil 這個是Green Rose味的 然後有一包卸妝油 原來它們有分Hand Cream 和擦腳的Cream 然後這個Body Milk 是超滑的 記得15和16 又有一個身體磨砂 還有這個 是我不捨得買的 我用過幾包Sample都很喜歡 一個深層清潔面膜 它的深層清潔是很乾淨 用起來很治癒的 然後有一個Body Lotion 一瓶香水 又有多一個Shower Oil 很棒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開到一些飾物 或者不等待洗的東西 我們繼續下去 再來一瓶 一瓶迷你Hand Cream 另一個味道的肥皂 還有這個也是面部磨砂 最後兩個是Hand Cream 和Shampoo 好 那我就已經成功開箱完畢了 大家喜不喜歡這個形式 在片尾這樣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 我有其他Africanada收到 或者買了也好 都可以繼續下去 你們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分享 就真的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每個星期都 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假週三點 逢星期日假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再見